我特意给你带了药过来 白熙 少城主来这儿干吗 少君是因为我受伤的 我特意给你带了药过来 少城主客气了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谁 你的伤 哦 楚楚的东西 怎么会在韩硕身上 那你好好养身体啊 我先回去了 刚才唐吐了 那我先回了 多谢儿郡主 嘴上说人生气 那身体倒是很诚实了 那伤个又扣得这么近 说我没有心 我这一整颗心 都把他拿来追楚楚了好吗 编剧就是背黑锅的 自己写的角色还要埋怨我 那个苏紫英 什么时候受的伤 属下觉得他只是在伪装 邵承主怎么还护着他 盯住了 我倒要看看 裴恒放这么一个人 在谦谦身边 是何居心 是 这事 可是我评论 是 和一样的 你也讨厌我 他不是 但是我 你也讨厌我 我疑得你 你也讨厌我 你也讨厌我 是 这是 还是让他们两个人单独相处吧 走 安排在这儿 赵盛主 你给我站住 下来 回来 站好了 要不你们先计策着我上楼 少重主剿匪可真生事 不仅将抓捕一事 推给二郡主和韩绍军 如今连嘴皮都懒得动 四周 你什么意思 我也没说我不帮忙啊 是不是 山寨地处林间位于夏丰相 可用 来个火宫 火宫 而且地势低洼 后山 这儿 水工 少重主说得倒是轻松 一抓一放还不是您沾沾嘴皮的事 倒是辛苦了我们二郡主和韩绍军 这些日子腿都要刨断了 泽珠 放肆 这 我不说话吧 说我不帮忙 唯一说话吧 说我只动嘴皮子 嗯 少重主多足之多谋了 怪不得能想出挖陷阱的方式 是吧 我还不够足之多谋 我要够足之多谋 就不会被你们发现了 少 我看 我看近日少城主为了我和二郡主 是劳心劳神吧 得吃点好的补补脑子 白旗 在 给咱们的少城主抱抱今天的菜谱 大侠 清真格 洪闷格 邮报格 教花格 顿老格 都是格呀 怎么那么多格 这许事裴衡 怕你饿着了 白昔 走吧 怕我饿着 公子 魏蒙山那边 还没有收集吗 您送出去的新歌 一直都没有回来 怎么会这样呢 听闻少城 少城主以擎祸山匪梦过 少城主志勇双全 于城主 于花园城 都是一大喜事 真是可喜可贺啊 芊芊总算是争气些了 瑶祝少城主凯旋 瑶祝少城主凯旋 禀告城主 威猛上传来消息 少城主何日回城 少城主暂时无法回城 这孩子就是贪玩 罢了 先让他游玩几日 先把孟过押送回来 城主息怒 少城主又把孟过给放了 什么 又放了 这抓了放放了 这都第几回了 这都第几回了 城主息怒 城主息怒 少城主 兴许就是图个消遣 刘四隐此言诧异 刘四隐此言诧异 少城主聪慧伶俐 不是不顾全大局之人 这样做 想必有他的用意 真的是太胡闹了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想干什么 大家请继续 桑琪 那天 近日 城主可曾得到 千千那边的其他消息 你 我 这不是叫 纺丝花魁苏牧吗 什么时候 也来这城主扶笛走动 我就说嘛 也就只有少城主 能看出这种事 什么时候重归教访司 记得知会我们一生 来 喝酒 喝呀 苏牧 你过来 喝酒 这是你日日前来照看我 替千千帮我付件的谢礼 大郡主 这可万万使不得 苏牧只是一介月人 身份卑微 怎 喝酒 你是日圣府的上宾 谁敢轻看你 这苏牧 何时得了大训主的情言 可没人敢轻薄他了 可不就是嘛 我